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天的熱點 這是大陸的3A遊戲大作黑神話悟空 那麼在20號上線之後 就引發了現象級一個熱議 上線玩家突破了220萬人 刷新了全球的記錄 好 在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那麼直接是登上了排行榜的第二名 但是在台灣出現了部分的網友 或者是媒體就不滿錄製的遊戲爆紅 還說這麼喜歡就滾出台灣 但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了在這個股價的部分 好 甚至呢 還有在這個外國媒體的部分 都來看到認為說 這真的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而且呢 表示什麼 在這個不只是上線人數 甚至他過去花了7年研發 一天就回本 那麼現在粉專政客名就反諷了 那如果說不玩這個 那類似玩博弈類手遊之外的玩家 都要滾出台灣嗎 像是原神王者等等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歷時了7年開發 在20號上線就成為全球玩家的一個焦點 並且當天回本 但是在這個三立媒體的部分 新聞台卻是以西方玩家難消化等等的理由來批評 也遭到網友現在來大酸 並且被嚴上了 在下面留言說 見不得人家進步嗎 有夠可悲好好笑 綠共的媒體就是如此 也有人說 都拿錄製手機 為什麼不能玩錄製遊戲呢 連玩個遊戲都要玻璃心 好 這個麻將 難道不是大陸的遊戲嗎 那在這款手遊的部分 三天已經引起了極大的迴響 除了在業界玩家給予肯定之外 網友跟下面也是熱烈討論 那麼時事朋友的謝罕斌 就要來跟大家來分析一下 說這兩天呢 這樣的一個話題 他說在西遊記 這傳統民間故事 整個華語圈 東亞文化圈都很受歡迎 認同感也是十分的強烈了 而且估計已經突破 新台幣60億這樣的一個回饋 那麼同時呢 網友說對岸確實有很多需要改進 但是除此之外 有很多是已經是很棒的部分 像是呢 有20多個明顯的代表座 大家也非常熟悉 像是電商啊 行動支付啦 無人機 電動車 動漫 影視APP等等 好 這幾個產業 盤點這麼多產業 是跟都跟不上的 那網友也有在這邊講了說 大陸六年花了 近20億開發的黑神話悟空 台灣不到兩年 花了超過200億成立 數發部開發了點面線 真的很厲害 我們的國家很有錢 根本不是大陸能比的 大陸有黑神話悟空 那台灣有綠五尺掏空 可以看到在這一回 從遊戲又延燒到了 這個政治上頭 那麼整個上線玩家 一舉突破了220萬 登上了亞軍 而台灣有親綠的網友 就直嗆喜歡就離開台灣 又在出征了嗎 我們帶來看 黑神話悟空 他的這個製作團隊 他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他很努力的還原了當時的這個原貌 那麼把中華文化能夠推廣到全世界 去讓大家理解 那我在這裡講中華文化其實並沒有任何的違和之處 對兩岸的中國人來說 中華文化本來就是我們共同的資產 所以我們今天就算在台灣 我們也可以以中華文化為榮 這個沒有什麼好被指責 好被批評的 那麼如果今天這個 這個我們台灣還有一些所謂的這個親綠的這些網友 還要在這裡酸言酸語的話 那麼這些人就不要過年就好了 今天台灣的農曆年不是來自於中華文化嗎 這些人就跑到馬祖廟跟這個行天宮面前去 叫他們都遷出台灣好了 那這些神旨不都是來自於中華文化嗎 今天台灣跟中華文化之間的連結是密不可分的 不是民進黨這群台獨份子說想切割就想切割的 如果你們想當日本人 你們就滾出台灣去日本就好了 如果你們想當南島文化的這些民眾 你們就搬到南太平洋去住就好了 不要留在台灣 台灣跟中國大陸都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這是沒有辦法切割 也沒有什麼好否認的 所以我想看到這個黑神話悟空 能夠在國際間引起這麼大的迴響跟重視 身為中華文化 這個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我們都覺得很驕傲也覺得很光榮 好 來看到這個遊戲上線之後 引發了討論 台灣玩家也是口相傳 但是還是有人十分的不滿 那麼臉書粉專來看到這是人一律 好 腦勘律剛提到了 他也特別說了 這個大陸花了20億台幣 近六年開發出神話 那台灣不到兩年 花了超過200億新台幣 好 開發了DN面線 那麼有人說 阿米蘇大航面線都應該點的到 真的值200億了 好 真的有夠酸的 還有台灣價值無價 以及有人說這個200億最大的行銷策成功 宣短高端啦 抵制核電啦 行銷綠能 以及發電來虎爛全民 還有塔綠班青鳥就是被洗腦特別成功的一群 只會到處的出征可悲到了基電 也有人問說這個術發部是開發遊戲的單位嗎 什麼智商 大家都來發文大酸 那麼同時當然是有正反的意見 還有網友就來提問 那麼現在大陸花了這麼多的錢 做了一個是3A等級的遊戲大作 黑神話 悟空轟動了歐美世界 那在這邊我們呢 也花了200億做出了點面線系統 真的嚇死台灣人了 是不是要叫數位部改革方向 大家就來怎麼回應呢 歡迎所有的網友 在我們的聊天室也來告訴你的想法 有人說這個200億做點面線超級棒 做點面線不務正業還要做遊戲嗎 那麼200億也搞不定數位身份證 還有呢 如果拿200億做3A遊戲才要擔心吧 有青鳥吃面線重要嗎 那麼有人說搞了一大堆的部 一大堆的辦公室難道看不懂嗎 出國考察就要200億 先追加8000億的預算 好 仇用好手好腳 腦殘用的 好 肯台就是這麼簡單 在這個數位部的部分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定位不明 看到大家的意見了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歡迎聊天室來告訴我們 那麼現在可以看到 好 創下這個新高新紀錄 遊戲的總銷售額已經高達 68億新台幣 席捲全球 連外觀都覺得好玩 甚至呢 也被東方的文化魅力來吸引 現在也開始賭起了稀有記了 孫悟空金箍棒斬妖除魔 以稀有記為背景的大陸3A遊戲大作 黑神話悟空耗時七年開發 一上線席捲全球不到24小時 玩家就超過222萬人次創紀錄 銷售突破450萬份 總銷售額超過68億台幣 一天就賺回本 大陸甚至有同行公司宣布 讓員工放假 好好體驗這款遊戲 買遊戲的錢公司出 大雪紛飛下 細微的表情與手部動作寫實 超精緻的遊戲畫面 不管是雕梁畫棟的寺廟 還是圍額山領 幾乎1比1還原石井 遊戲總共36個取景地 山西就佔了27個 吸引大批玩家朝聖 其中的禪宗寺院 西縣小溪天井區因此爆紅 20號賣出的門票 比去年同期暴增3倍 展現東方神話魅力與文化美學 也靜呆老外 迷到開始讀西遊記 哇 哇 連館長開直播都玩到目瞪口呆 連玩三個小時也讚不絕口 哇 真的很厲害 你看我都一直想玩 各方各面都早就被中國 橫甩幾條街 旁邊的聊天室一直挖舞 都是英文 我就覺得魚有榮焉 全球搶完黑神話悟空 對此大陸外交部回應 這款遊戲反映出文化吸引力 現在遊戲好評如潮 連員工也被瘋狂挖角 他們只好在簡介打上 招聘勿擾不找工作 被問到煩了 記者王虛寶了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ue Your Car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